我們在櫻波拉提的施打呢 我們其實會依據病人的皮膚的厚薄度 跟他要加強的地方 看他是要做中聯拉提還是下聯拉提 還是兩個一起做 那櫻波拉提的部分的話 因為現在已經累積了在五六年以上的經驗 所以他的變化是蠻多的 像譬如說要做眼睛的拉提 法令紋的消除 甚至頸紋都可以做改善 甚至跟以前的電波 有些部分的治療也有點類似 譬如說可以打到後面耳後的部分 增加這邊拉提的效果也都可以 不過音波的部分的話要小心就是說 因為他是用定點深度的部分來做治療 所以我們在做治療的時候 必須要看一下下面的組織 是不是有一些不該打到的 那我們最擔心的其實就是 所謂的神經的破壞 如果說神經破壞的話 雖然大部分的位置 其實他可以在幾個月之後自然恢復 但是會看起來有點像是中風的感覺 所以病人不太能夠接受 所以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一定要看哪些位置是可以打的 哪些位置不能打的 我們把能量輸出 才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尷尬